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天地频道 马展红和真心在办公司讨论工作的事 这时马昭慈进来告诉他们 昭帝打电话回来 说他外公在医院去世了 叶采薇从病房出来看到 莱蒂在外面看手机 他一把抢过来摔在地上 此时的叶采薇伤心至极 他把对真心的怨恨都发泄在女儿身上 一旁的真心劝叶采薇 来地友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毛病 叫叶采薇不要怪他 叶采薇却大发雷霆地怒斥真心 说自己教女儿不关真心的事 一旁的马耀宗拉着叶采薇叫他冷静点 这时的叶采薇不管了 他快要疯了 他继续骂真心 满嘴的人意道德 其实阴险杀人不眨眼 还说真心是杀人凶手 叶采薇被夜市破产的事 闹得满城风雨 不可能再继续接任基金会主席这个职位了 这天柳爱欢打算让贾洛仪接任基金会主席 不料话还没说完 就被贾洛仪打断了 贾洛仪这次没有和真心争基金会主席这个位置 反而建议让真心接任最合适 真心听了若有所思 他在想 贾洛仪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在公司会议上 马耀堂说他们已经跟三大银行签了意愿书 总共集资到80亿 董事们纷纷赞赏马耀堂 想不到最后马展宏宣布 他可以集资到100亿 彻底打败了马耀堂的80亿 马耀堂傻眼了 董事们都说还是马展宏最有本事 贾洛仪找真心理论 说自己将基金会主席让给他 是想真心让马展宏不要插手码头上盖这个项目 但真心没有这样做 根本是骗了自己 还说真没想到真心是这种人 这期节目说完了 谢谢收看 求关注求回复求点赞求转发